如果你有聽過下面這些話的話 那你真的要注意 我愛你 你怎麼可以背叛你 我為你放棄所有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愛你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對 如果他每次跟你吵架 就要拿出他自己的愛跟你講的話 快跑 好 有多遠跑多遠 哈囉大家好 我是Miru Dear Dear 歡迎回到這個 練習愛與背愛的YouTube頻道 投資戀愛有賺有賠 但要怎麼樣可以避免自己 遇到一些恐怖啊 不適合啊 對你這個傷傷力很高的對象呢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挑選對象的禁忌 十個恐怖情人的隱藏跡象 請你務必在I面前收看 交往前一定要複習好不好 如果中了三點以上不用考慮了 趕快跑就對了 黨內大約覺得有時候沒有在一起 不是因為不喜歡 而是因為自己已經知道不適合 那這個不適合是因為什麼呢 可能就是因為你的身體 或你的心理已經對他 某些行為有一些不舒服了 但你又整理不出來 不知道哪些確切的事情 是導致這些不舒服的主因 所以這支影片想要幫你一點一點來看看 這個人有沒有什麼潛在的跡象 可能表示他是一個恐怖情人呢 一點非常在乎自己的人設形象 很在意自己在別人的眼中是否表現良好 這點不是在說人不可以對自己有所要求 而是他會盡力努力去營造一種讓人羨慕的外在形象 但是他營造出來的樣子遠遠不及他實際的能力所及 當你和他朋友見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對象努力想要把自己裝得很厲害 比方說賺很多錢啊最近工作很順利啊 但私底下完全不是這樣子 而你因為體諒男生愛面子 所以就幫著他在他朋友面前們一起追捧他 一起說他真的很棒 正常的人會告訴你理由 他為什麼要假裝自己過得很好 可能是我想跟他們開電單 他們怕我拿不出錢 所以我只好演一下 但如果是恐怖情人的話 他們其實說不出原因 其實他們就是沒有辦法自我滿足 想要別人對他的評價很高很好 所以逼著你跟他一起演 但又不想用正常的方式努力讓自己變好 無法接受自己的缺點跟自己的不足 這樣的對象很難接受別人的指證 也很難接受自己的缺點 跟這樣的人在一起怎麼可能會幸福呢 還不趕快跑 這點還有一些例子 比方說沒錢一定要開好車啊 沒案子裝作有案子很忙啊 我覺得如果有先跟對方溝通說 你等一下陪我演一下 那還不算恐怖情人 真的恐怖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他會讓你有一種 如果我不陪他演我就死定了的感覺 那真的很可怕 第二點 生氣的時候沒辦法控制自己 這一點來自我女生朋友給我的投稿 他說他有一任男友就是恐怖情人 那我就問他說 所以你是從什麼時候發現他有這個跡象 他可能是恐怖情人的 我朋友就說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會故意開快車啊飆車啊 或是生氣的時候就會砸東西等等 總之就是一些很脫序 無法控制自己 甚至會傷害到自己跟別人的行為 那我想不是啊 你生氣的時候你可以去運動 或大吃大喝或打電動 你可以找一些正常的管道抒發 你為什麼一定要拿別人生命開玩笑呢 那其實這就是一種他沒辦法好好接納自己的情緒 也沒辦法好好跟別人溝通的跡象 而且想要這種極端可能會傷害自己生命 或傷害你的生命的行為 來證明說 喔我現在真的很怒 你可不可以聽我講話 這其實算是一種人生安全的威脅 所以如果你現在對象 你開始感覺他想要用一些奇怪極端的行為 展現他的情緒或憤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走了 第三 一定要他快樂你才可以快樂 喔這聽起來超end的 有些人就會認為說 我沒有開心的話 你憑什麼開心 為什麼我還在工作 你就可以出去玩 為什麼餐點來了 不是我先吃的 是你先吃 是不是有些話聽起來很耳熟呢 對這支影片的作用就是要打醒你好不好 我們會說談戀愛本來就是 應該要兩個人同甘共苦 一起快樂一起難過 這句話合理 但絕對不是 當我不快樂的時候 你就要陪著我一起不快樂 不是嘛因為愛的本質就是 希望對方快樂啊 而不是很自私的要求說 我工作沒有做完 你為什麼要出去玩 不是啊我工作做完了 那我當然有權力安排我自己的時間 對吧 我如果選擇留下來幫你 那是出自於我對你的愛 跟我對你的溫柔 而不是必要 但自私的人很難理解這一點 四 容易莫名被激怒或戳中痛點 這一點喔 這是我身上的真實案例喔 有一次我跟我一個朋友去看電影 然後看完我就說 恩 我覺得這部電影的節奏沒有很好 有些故事不太好理解看不太懂 這很正常對吧 就是我看完我覺得他沒有拍得很好 然後電影播完的時候 稍微討論一下嘛 結果你知道我那個朋友回什麼嗎 他說你就是以為你比我聰明對不對 你是不是覺得我看不懂 我想說奇怪耶 莫名其妙 我沒有任何叫要攻擊他 或挑釁他的意思啊 單純是在講我的想法 但他會認為說 我是在講他看不懂這部電影在演什麼 我覺得他笨 或是讓我問他 欸你覺得 我有看到你IG上禮拜去吃那間餐廳 你覺得怎麼樣 他居然回我 怎樣你是覺得我吃太多 我很胖是不是 我想說 哇不得了耶 這個人非常容易去曲解 或者誤會別人的語意 那我後來看了一些書 我發現這可能是來自於 某種心理的自卑感 他會覺得他某個地方被戳中了 某個過去的創傷 因為我的某句話突然被觸發了 跟這樣的人溝通 非常要注意各式各樣的美角 會比跟別人聊天花上更多的心力 而且我們永遠沒辦法意識到 我們其實沒有惡意 這個觸發你的事情 可能來自於你心裡面 一段沒有被解決的創傷 我是覺得啦 如果他有問題 就先讓他自己解決 等他準備好了 我們再來談戀愛 5 他會讓你覺得有他就好 你人生不需要其他的朋友 簡單說 這個人會想盡辦法 讓你一事不需要你身邊所有的朋友 跟身邊所有的群體 不管是同事啊 比方如果你原本習慣 跟同性的女生朋友 一起去健身房運動 他就會開始說 為什麼一定要跟朋友去 我跟你一起去也很好 親女一起運動 不是很慢慢嗎 聽起來很棒對吧 就是他想辦法 要加入你的生活 加入你的生活 沒問題 但他不應該限制你跟誰去 比方後來就會開始講 我跟你去健身就好 為什麼你的朋友一定要一起 我喜歡跟你單獨相處 有其他的人我不自在 而且他還沒有很會練啊 這句話體現了什麼 他一開始是加入你跟你朋友的行動 但後來他想要把你朋友 移除在你們本來會去做的事情 接著他開始貶低你的朋友 就是這種用各種方式 避免你跟朋友的聯繫 你想想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那就是想要讓你的全世界只剩下他 全世界的重心只有他 要嘛就是自卑心態作祟 要嘛他就是個控制狂 這個還有更多舉例喔 來自其他朋友的投稿 他說我跟我男友說 接下來是一年一次的員工旅遊 我已經表明了自己很想去了 但講了之後 我男友就開始莫名的發脾氣 或表現得自己很憂鬱 他不會明確問我的為什麼我一定要去 或者我到底有沒有要去 他只是一直在表演他不開心 讓我感到壓力爆棚 後來我才發現他是不想要讓我去員工旅遊 所以他男友真正想表達的是什麼呢 你是不是不愛我 所以才不想要陪我 你可以不要去啊 我們下次再搞時間 我跟你去就好啦 或者你可能有一個很欽佩的主管 你平常就會跟他分享 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上的大小事 但是你這個對象 莫名開始挑你主管的毛病 說什麼 他一定是想對你幹嘛 所以才會接近你 才會對你那麼好 你要小心 職場上很險惡的 他跟你那麼好 他總有一天會弄你 然後當你為你的主管 為你的好朋友辯護反駁的時候 他又會說 我那麼愛你 我怎麼可能會害你呢 我會這樣子都是因為我很關心你啊 六 社群軟體上非常隱密或是不公開 我真的遇到太多太多的私訊都這樣講 觀眾會問我說 最近有一個對象 他跟我說他沒有在用IG跟臉書 這是真的嗎 我怎麼知道這是真的 我只能說除非你的對象是50歲或60歲以上 不然真的哪個台灣人他不用IG 不用臉書 至少要用一個嘛 可能真的有 但我覺得這個機率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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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 就算他不用 他也只能在某個時間點之後不用 比方說可能是出社會之後太忙 所以慢慢覺得社群很疲憊很疲勞 他就不用了 但不可能從小到大都不用嘛 他可能是國中之後不用 高中之後不用 大學之後不用 工作之後不用 他不可能從頭到尾都不用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個人說 我就是不用社群 那至少叫他把之前的社群開給你看看 你可以看到他之前生活過的痕跡 那我覺得還是合理的 或者或者他真的都沒有過去的痕跡 那至少他要講出他為什麼把社群刪了嘛 可能是說我以前有一個真的交往很久的女友 然後我社群上面所有都是跟他的東西 那分手之後我真的覺得看了會難過 所以我就把他刪了 但如果他連這個都講不出來 那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倒不可能對吧 或者你就問問你自己 你真的捨得刪嗎 你要現在把你的IG或臉書關掉 你也只是關掉你也不會把他刪掉 所以一定重新能開得起來開得回來 如果真的都沒有 肯定有 7.莫名的刻板印象 主觀意識相戀 這種人的世界會有某一種成見 比方說女生如果穿得很辣 穿得很清涼 他就覺得這個女生很膚淺 一定是拜金女 或者他認為一個人只要看過經理智商 那他一定就是好吃懶做 所以才導致自己可能有一種很奇怪 莫名其妙的成見 那接下來我朋友給我一個案例 他說有一次跟他的男朋友出去玩 他男朋友一進到房間裡面就堅持 要把所有能裝水的東西再洗一遍 地板洗一遍 後來問說為什麼 他男朋友說會做清潔工的 一定都是很隨便 他們領那麼少薪水 一定不會好好做事 但就尷尬了 因為我這個朋友呢 以前就是念那種觀光管理系的 他就是有房務實習過 他就會說不會啊 我之前也有做過房務啊 我會把它很認真的打掃乾淨啊 為什麼你一定覺得清潔工 他一定會不認真在上班 但對方不管這件事 他就會覺得 反正你就是在質疑我的意見不對 你就是想跟我吵架 並且感到非常的不開心 這種人可能因為過去 某種他的親身經歷 而導致他對某些事情 或某些人有特別的印象 但通常當我們會這樣的時候 我們會樂於跟別人討論說 是不是都這樣呢 是不是有A一定會變成B 我們抱著一種開放的可能 去接受這世界是有彈性的 有好人跟壞人的 但對這些人來說不是 他覺得這個東西是不好 那就是不好 你不能質疑我 你不能對我講的話有問題 如果你質疑我 那你就是針對我 你就會覺得我有錯 你就會覺得我不正確 而且還會趁機打壓你 而且會強烈的要你接受 不一定與你相同的刻板印象 第八 不停碎碎念 最近不是要講說很像你媽媽那種 一直問你說吃飽了沒啊 什麼時候回家 有沒有家長朋友嗎 不是這種 而是當你不遵從他的指示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不斷的原地打轉 持續高能輸出的對你 不是就叫你訂電影票了嗎 你為什麼不訂 看吧我們看不到電影了 而且他們超喜歡說看吧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看吧不聽我的 你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過五分鐘就說 昨天明明就講了 如果昨天訂了 我們今天不就沒事嗎 你為什麼昨天不做 然後我們今天要在這樣浪費時間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追根究竟的原因就是 他想要不斷的提醒你 你是錯的 而我是對的 來廣固自己在關心裡面的主導權 好讓你之後更容易會遵守他的指示 第九 這點非常重要 他叫做情緒勒索 以愛之明 如果你有聽過下面這些話的話 那你真的要注意 我那麼愛你 你怎麼可以背叛我 我為你放棄所有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愛你 我不能失去你 我真的好受傷 心好痛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對我 如果他每次跟你吵架 就要拿出他自己的愛跟你講話 那你很有可能已經落到 情緒勒索的陷阱 明明就只是生活裡面的小事 但他就總要講說 我那麼愛你 你不愛我 把這些小小的事情 上升到一個非常非常嚴重 好像你真的劈腿 背叛他的那個等級 這樣的做法一定會讓人感到 壓力非常的大 而且莫名其妙嘛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愛與不愛 但一杯珍奶有沒有買 真的需要這樣子嗎 我覺得愛與不愛 並不是所有問題的答案 有時候我們要做就事論事嘛 有時候真的只是一些生活習慣上面的不同 或是待人處置上的不同 所有的事情都跟愛與不愛有關係嗎 我還是會說 愛與不愛 並不是所有事情的答案 或者更多的舉例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一到八點 如果這個人都講說 我是因為我很愛你才這樣做的 快跑 跑 有多遠跑多遠 好最後一點叫做 我就是要讓你不舒服 什麼意思呢 假如說你今天很忙 你今天加班 然後你明天還是要很早很早起去工作 但這個人呢 就是硬要讓你在你最累的時候 陪他去做某件事情 比方說陪我追劇 你今天不陪我追劇 代表你不愛我 然後你抽絲剝繭 最後終於弄懂他 為什麼要這麼做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 我就是要讓你不舒服啊 誰叫你昨天沒有陪我去吃火鍋 他會尋求某一種 讓你的生活裡面 你節奏最會打亂的方式 來要你付出 來要你珍惜他 來讓你跟他講話 我就曾經有一任 他非常非常喜歡在我 用電腦工作很忙的時候 跟我講話 我一直很不理解這個行為 然後到了很久很久 我才問他說 為什麼你以前要那樣子 到底是為了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故意的啊 我就是喜歡在你很忙的時候 打斷你 然後當你放下你手邊事情 來跟我聊天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才會感覺到你很愛我 我聽完之後 我可以接受 但又不太能接受 你知道嗎 就是他希望擁有的是 我的那個注意力轉移 那種專注 我把這個專心做事的目光 轉移給他 那其實也不一定要這樣子啊 我真的可以在我工作忙完的時候 或者事情結束的時候 我在好好陪你啊 但有些人他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情 他就是希望在你忙 在你應付不過來的時候 選擇用一個很讓你不舒服的方式 就是對待你 讓他們感到快樂 讓他們真的感到快樂是 我們的身上有了某一種犧牲跟妥協 好我放下我手邊的事情 我去陪你 這樣的時候他們才能感覺到 自己被注意被愛 這一點我沒有要說 到底對或不對 但我希望你想想 你被這樣子對待的時候 你舒不舒服 其實不關於這一點 今天影片的10點都是這樣子 最前面有說嘛 我們現在跟別人在一起 已經不太是愛與乖的問題 更像是適不適合的問題 我覺得每一種人 跟每一種行為 跟每一種個性都可以找到 能夠包容的 能夠接受的人 能夠喜歡這樣的行為的人 但你真的發自內心的舒服嗎 如果不是的話 該好好想想 該不該跟眼前的這個人 積取曖昧下去 好今天影片我們整理了10點 那我個人建議啊 如果通了3點以上的話 你就應該好好考慮 要不要離開現在眼前的對象啦 待會在影片的最後呢 有一個小小的愛情取向測驗 題目非常有趣 記得看到最後 希望這支影片呢 對大家有幫助啦 雖然講得比較兇狠一點 但是還是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著想 希望幫大家做個健康檢查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米陸的YouTube頻道 最近頻道有非常非常多 這種討論兩性感情 希望幫大家做一些健康檢查 看看自己的對象跟感情觀 是否有可以調整或更好的地方的影片 然後看完這支影片也可以繼續看 好這個測驗內容呢 是我的LINE群組上面的內容 我每週都會發五折 這樣的戀愛小測驗給大家 今天的題目是 愛四場舞台劇 你願意在其中扮演哪種角色呢 A 主演全心全意的投入 為愛情付出一切 B 配角 努力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 為愛情增添色彩 C 舞台設計師 喜歡創造浪漫跟驚喜 讓愛情充滿樂趣 D 觀眾冷靜觀察 用理性看待愛情 我自己是D啦 那我很想知道大家測驗完的答案 因為在我的IG上面發完之後呢 C 是最多的 我想看Youtube上面的你們的答案是什麼 會不會不一樣呢 A B C D 你選擇哪個 請在影片下面留言 可能可以獲得更深入的解答好不好 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是米露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訂閱 米露的Youtube頻道 Follow 米露的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愛你們 這支影片的下一集呢 就會是這支影片的逆向 我們來討論 到底怎麼樣的對象適合你 有哪些跡象出現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人是個非常優質的對象呢 開支影片見